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 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邱振宏谈健康 这两天邱医师又开了第二次的直播 那么在直播之前 其实也有一些网友留下了一些问题 因为在直播当时 忙着回答直播室里面 进来直播的人他所提的提问 所以我在这边再利用一点时间 把这个直播前就留下问题的这些好朋友们 你们提的问题我再来回答一下 我首先第一个要回答的就是 有人问说了很爱喝酒怎么减肥 这个爱喝酒该怎么减肥 其实你们要知道 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戒酒不要喝 为什么 因为在国外的医学文献里面 分析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 导致肥胖的因素当中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 这个爱吃零食喝含糖饮料 爱看电视晚上又爱喝酒 那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导致一个人容易发胖 那么喝酒为什么容易发胖 大家可想而知嘛 因为我们知道热量的来源 分成糖类蛋白质脂肪 对不对 那么糖类跟这个蛋白质一克 一公克呢有四大卡 脂肪一公克有九大卡 你们知道酒精一公克有几大卡吗 有八大卡的热量 那代表什么呢 你在喝酒的时候 很简单就可以算出来 你喝了多少公克的酒精哦 举例 当你喝的是威士忌 假设有50% 一般都40几%到50几% 你喝100cc的威士忌 里面就有50公克的这个酒精 50公克乘以8 等于8540 400大卡的热量 你知道吗 400大卡的热量 已经超过一碗饭的热量 等于接近啊 一个人普通啊 中等食量的人 一餐饭所吃的 全部加起来的热量 你看哦 才100cc就有50公克 100cc不多耶 你知道吗 像我们一般的那个 威士忌的酒精的杯子 那一杯就差不多 50到100cc 这么多的酒精 可是你一个晚上 不会只喝那么一杯耶 所以你一个晚上可以吃 800 1000多大卡的热量 那你每天这样喝的话呢 烟能不胖 即便你晚上 只是小酌一下 红酒 那么这个红酒 固然可以帮助你睡眠 很多人因为 想要说喝红酒 让自己好睡一点 可是呢 今年累月之后 却发现自己越来越肥 为什么 因为呢 每天的红酒的热量 不可小叙 你看哦 红酒13% 100cc就有13公克 再加上里面的糖分 葡萄酒里面还有糖分 那这样子加在一起 那个热量就不可小看了 所以各位 如果你们有喝酒的习惯 又想减肥 最好的方式 当然就是戒酒 那如果睡眠不好 想要靠酒来帮助睡眠 我认为你干脆吃 助眠的药物 或者 我在其他影片里面 有讲过说 日常生活当中 做一些什么事情 可以改善你的睡眠 你要去看一下 好 那如果是真的不得已 一定要跟朋友 去应酬喝这种 威士忌烈酒的话呢 你记得 能不喝则不喝 要喝就稀释的喝 就是减少进来的量 那很简单嘛 就在杯子里面 加个冰块 然后呢 浅尝即止 不要每杯都更加干杯 丘医师教你们一招 小撇步 像有时候 我们坐在一个圆桌 有人都会来敬酒 那个敬酒的时候呢 其实啊 你杯子拿起来 未必要喝 你举一杯敬一下就好了 好 以上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爱喝酒 怎么样有效减肥 希望你试试看 祝你减肥成功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 请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 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 请按订阅 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